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巴拿托 和大家分享微軟2021年第四季 6月剪輯的業績 出了業績後都符合分析員的預期 以照股價不是太大變化 輕微由289元到285元 在這個星期也有反覆地上升 但今天是否受到Amazon下跌的拖累 又去到285元 不算大跌幅 Revenue比較起 上年同期在第四季上升21% 在不同的板塊都有升幅 Operating Income上升42% Margin又進一步上升 主要原因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and Marketing 或者Overhead Expanse 升幅也不算大 收到1加1等於3的效應 再加上 Stock Repurchasing Earning Per Share 就有49%的升幅 比Operating Income更加大 它分佈的版塊 Productivity and Business Process 這個版塊 最主要就是一些 雲端的365 Office 365 差點說365 它的業務 現在轉型了 做Subscription 非常之成功 而且長逗長有 過往對於我這類伙伙 Subscriber了一次之後 買了那個Package之後 幾年都不會換東西 重 Faster 還要在各地搜索 搜索 一般是最佳 的 對於 Murifur 而在次數 也 Café C fashion 只得到 我照 Beat 距離 繁衛 也 summarizes 股ĩes 整 mid 轉型 不斷地繼續增長 增長是否真的如此? 其中一個疑惑 365%升幅有15% 另外LINKEN升46% 在COVID情況下 多了人來找工作 之前有分享過很多 就業市場的數據 亦可以看到工作空間是非常大 幾乎與職業在COVID之間流失的崗位 是一樣大 有很多錯誤 在過程中要找工作或找人 都需要有其中一些 例如LINKEN的幫忙 另外不單止是這樣的 LINKEN現在做很多訓練program 幫助一些大公司來做 各方面合作 這些都會擴大了很多收入 其次Dynamic 也有33%增長 然後 現在最大的板塊 之前的板塊 通常是三角頂立 3分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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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個板塊 上升多一點 變相來講 未去到4成 36% 其餘另外兩個板塊 就是剛才說的 還有 大約32% 左右 分部 有31% 增長 Intelligent Crowd 例如 Azure AI 夾集大數據 各方面的一個計劃 有51% 的 升幅 在當中 未來 亦都成為了 微軟的增長動力 微軟 除了Amazon之外 最大的 在雲端技術上 雲端Business上 最厲害的一間公司 而且 如果你計算 分佈 Portfolio 服務範圍 廣泛 應該比Amazon 更廣闊 另外 之前分享Google 雲端方面的升幅 雖然超過50% 非常之強勁 但是 他就賺不到錢 還在一個虧錢的階段 不過 微軟已經是賺到盤滿盤滿 是他這麼多個板塊的business 裡面 那個margin是最高的 不單止是這樣 今年那個margin 就進一步提升 值得來賺 他這麼厲害的程度 第三個板塊 相應見絕之下 就比較差一點 在那個 More personal computer 這個板塊 只是上升9% 雖然你也可以說 他就好像迪士尼的主題公園 這樣就是一個basis 很多公司需要用window 到現在為止都是用window 不會用其他 或者 很多人 就是你 尤其是executive 是威威的 但實際上 如果你叫他轉 用其他東西 他未必會用 或者有些古老石山 但我已經快到了 等待退休的朋友 他可能只會用window 在這種情況下 Stickiness 是非常大 雖然是升9% Window 本身 下跌3% 的盈利 都會有意義的 但未來 他可能轉版本的時候 可能 就會帶動 一定程度 幾年的一個 低的 low digit 升幅 都未頂 不過 值得一提 就是search engine 雖然 進入Google 很多 今早分享Google 他有超過60%的增長 冰丁 也有53%的增長 很厲害 你看到整個業界 都有類似的 升幅 唯獨Service 下跌20%的銷售 即是 未來 如果他有推出新產品的時候 可不可以維持 一定程度的low digit 的growth 估計都應該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事 即使 雲端 在下鏈 又或者 365 他不會有 那麼多 持續不斷的 subscriber 加入 也好 Slow down 這些都可能 為他 帶動一定程度的 幫補效應 Gaming 方面 他只有7%的升幅 令我有少少失望 總之 整體來說 都是OK 帥 唯一 我自己覺得 有少少救病的地方 就是 Free cash flow 全年來計 只是上升 24% 如果你計算 他 去收購 其他公司 所花費的 錢 的話 全年的升幅 只得 10.5% 這個也是 minor 如果不是 持續 這樣做 再加上 你收購 公司 技術 不知道他最細節收購 什麼 他也不需要 每個人都公佈 希望幫到他業務 令到他長遠 都有升幅 都會受惠 我自己就覺得 他的目標 大約 $300 只計算 PE ratio 他也是 非常吸引 不過 因為 增長相對於 Google 各方面 不算特別英俊 他是介乎 一間 Value Growth 公司 之間 所以我只能說 比較 Conservative 比300 假如目前 285 元的水平 不算特別吸引 以至 我會覺得 撲毀就算了 我之前 $289 都出了少少貨 未來 剩下的 都會繼續持有 但是 在短時間內 除非他跌到 $270 或以下 不然 我都不會再 買入 希望 這個分析 幫到大家 繼續戴頭盔 你需要自己 做好你的 功課 賠養 買一些 你有很大 convection 的公司 賺更多的 錢 這個 提供 參考 不代表 你可以 照跟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lly巴拉托